他對衛犬這種一面倒的對戰優勢 有點回到之前 鄭凱文在中華之邦第一年 對異大的那個對戰優勢的感覺 這個球他自己跳起來 一把抓下來傳一壘刺殺掉了郭天信 這個球打回到投手方向 一彈跳 鄭凱文輕輕跳起來 進到投手手套 那這個很關鍵的是 因為鄭凱文的投球動作 算是非常標準的 所以說他投完球的時候 他是有準備 這個重心是準備要去當這個 做防守動作的 所以因為這種一彈跳的這種滾地球 是有辦法去處理的 這兩個球目前我覺得 其實應該在球隊裡面 都算是站穩他們的角色 又是打回給了鄭凱文 連續兩個出局都是一傳三 今天鄭凱文控球 前面似乎不錯 不然是內角跟外角 內角的壓迫之後 外角兩好球的狀況之下 必須逼死的這個 李凱文必須要深藏的手臂 去保護這個球 所以沒有辦法把他打得很理想 剛提到龍隊今年面對這種 控球型的 然後球速 哈囉大家好 我是Peggy 在家看傳播 一起為忠信兄弟加油